作词 程序 阳博 极光是如何形成? 虽然太阳距离我们9300万英里 但上面的大风波 发出来的太阳能粒子 在太空上飞来飞去 如果地球在粒子经过的途中 地球的磁场和大气层会作出反应 当来自太阳带电的粒子 撞到地球大气层里面的原子和分子 它们会激发原子 令到它们发光 原子被激发是什么意思呢 原子是由中心核 同向周围绕着轨道的电子魂组成 当来自太阳带电的粒子 撞击到地球大气层中的原子的时候 电子会走到更高能量的轨道 进一步地远离原子核 当电子反到能量低的轨道时候 就会释放有光的粒子 极光发生的原因 就像平时我们见到 偽红灯广告牌一样 偽红灯是用电 来激发玻璃馆里面的原子 这个就是为什么偽红灯 可以发出鲜艳的颜色 原理就与极光相同 当来自太阳的带电粒子 撞到地球磁场的时候 会激发空气中的分子 当它们平静下来的时候 分子就会发出光 极光大多数都是绿色 但是有时候都会看到粉红色 强烈的时候 也有可能看到红色 紫色和白色 极光通常在北冰洋附近出现 称之为北极光 附近几方有加拿大 阿拉斯加 冰岛 瑞典 和俄罗斯等地 但是北极光在强烈的时候 可以伸展到美国南部的 当然 南半球亦有极光 称之为南极光 地球大气层里面 不同的气体 在激发时 会发出不同的颜色 例如氧气会发出绿色 淡气会发出蓝色 或者红色 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 去到不同的地方 看北极光 那你有去过哪里看极光呢? 留个comment 告诉我们听啊 不要忘记得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